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甜蜜的生活 罗马的浮华与空虚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米开朗基罗西斯廷天顶画 宗教与艺术的天才之作 当我们谈到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顶画 这可不是一幅普通的天花板装饰 而是一场宗教与艺术的盛宴 让人目不转睛 这幅画作位于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 这里可是教皇的私人礼拜堂 地位非同小可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米开朗基罗这位天才 他原本是一位雕塑家 对绘画并不怎么感兴趣 当教皇朱利二世要求他来画这个天顶时 他的反应大概是 你确定找对人了吗 但教皇的命令可不是随便拒绝的 于是米开朗基罗只好硬住头皮上阵 这幅天顶画的主题是 从上帝创造天地到挪亚方舟 涵盖了九个主要场景 最著名的当然是创造亚当 那两根手指几乎要碰到的瞬间 简直是艺术史上的经典画面 这一幕不仅展现了上帝赋予亚当生命的神圣时刻 也让人感受到人类与神之间的微妙联系 米开朗基罗在绘制这幅剧作时 首先他得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工作长时间养猪头 这对脖子和背部都是极大的考验 据说他甚至写了一首诗 抱怨自己被这个工作折磨得不成人形 想象一下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高空中挥散画壁 还要忍受住身体的疼痛 这真是令人敬佩 此外米开朗基罗还得面对颜料低落的问题 当时的技术并不如现代力波仙计 他得不断调整颜料的浓度 确保它们不会低落到地面上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他最终还是成功了 并创造出了这幅金饰之作 有趣的是米开朗基罗在画作中 还加入了一些小小的恶作剧 譬如他在最后的审判中 把一位批评他的教士画成了地狱中的恶魔 这位教士后来发现后气得跳脚 但也无可奈何 因为这幅画已经成为了不朽的经典 总的来说 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顶画 不仅是宗教艺术的巅峰之作 更是他个人天才与毅力的见证 这幅画作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创造力的无限可能 也让我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 感受到宗教的神圣与庄严 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还是宗教信徒 这幅画都值得你驻足细细品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巴赫马太受难区 音乐中的灵魂救赎 当我们谈到巴赫的马太受难区Math's Passion 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一部音乐作品 而是在探讨一个灵魂救赎的史诗 这部作品是巴赫在1727年创作的 专门为圣周五的礼拜仪式而写 它的长度和复杂性 使得它成为巴洛克音乐的巅峰之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部作品的结构 巴赫将马太受难区分为两部分 总共包含68个乐章 这些乐章包括合唱、永探、条、重唱和永唱 这些元素共同讲述了耶稣受难的故事 巴赫在这里展示了他惊人的音乐技巧 和深厚的神学知识 有趣的是巴赫在这部作品中 使用了两个合唱团和两个管弦乐团 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这种双重编制不仅增加了音乐的丰富性 还象征了天上和人间的对话 当你听到这些合唱团交替唱出不同的旋律时 你会感受到一种灵魂的对话 彭佛天使和凡人在共同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 巴赫的《马太受难区》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据说这部作品在巴赫去世后几乎被遗忘 直到1829年年轻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菲利克斯·曼德森 在柏林重新演出了这部作品 这次演出不仅让《马太受难区》重见天日 还引发了对巴赫音乐的重新认识和赞美 可以说门德尔松的这次演出是《巴赫灵魂》的第二次救赎 在音乐的细节上巴赫使用了许多象征手法 比如在Urban Ditch 敏嘎怜悯我吧 我的上帝这一拥探挑中 小提琴的旋律如气如素 彭佛在为彼得的三次否认耶稣而哭泣 这种音乐与情感的完美结合 使得听众无法不被深深打动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巴赫的信仰 巴赫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徒 他的音乐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和爱 他在《马太受难曲》中所表达的 不仅仅是耶稣的受难 更是对人类灵魂救赎的深刻思考 每一个音符救赎的深刻思考 每一个和声都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 在痛苦和绝望中 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希望和救赎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马太受难曲》时 不妨闭上眼睛让音乐带你进入那个神圣的时刻 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 而是一场灵魂的旅程 正如巴赫所说 音乐的最终目的是荣耀上帝和振奋人心 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在你的心中点燃一盏灵灯 照亮你前行的道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费里尼甜蜜的生活 罗马的浮华与空虚 当我们谈到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 Ladolchi 发言了 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一部电影 而是在探讨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这部1960年的经典作品 宛如一面镜子反映出当时罗马的浮华与空虚 让我们一窥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的主角 马切洛·卢比尼·马萨罗·卢比尼·马萨罗·卢比尼玛 由马切洛·马斯楚·安妮·马萨罗·马斯主亚尼誓言 他是一位记者 专门报道名流的八卦新闻 马切洛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 实则充满了迷茫与空虚 他在罗马的夜生活中流连忘返 与各种民怨明星周旋 但内心却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感 不过于安妮塔·艾克伯格·安妮 把艾克伯格·安妮 艾克伯格·安妮 把艾克伯格·埃亚 在特雷维喷泉中细水的画面 黑荧幕不仅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瞬间 也象征住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渴望 然而这种追求往往是短暂 且虚幻的就虚幻的 就像喷泉中的水花转瞬即逝 费里尼通过甜蜜的生活 揭示了当时罗马社会的浮华与空虚 电影中的角色们看似拥有一切 吃着内心空虚 无法找到真正的幸福 这种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最终导致了精神上的迷失 有趣的是 费里尼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并没有完全按照剧本来进行 它经常即兴发挥 让演员们自由发挥 这也使得电影充满了即兴的魅力 据说特雷维喷泉那场戏 艾克伯格在水中细水的时候 水温其实非常低 但它依然表现得非常自然 这也成就了这一经典场景 总的来说 甜蜜的生活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能是一种对生活的反思 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 不要忘记内心的真正需求 毕竟真正的甜蜜生活 不仅仅在于外在的浮华 更在于内心的充实与满足 所以下次当你在 特雷维喷泉前许愿时 不妨想一想真正的幸福究竟来自何处 或许答案就在你心中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了 艺术音乐和电影的时空 探讨了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顶画 巴赫的马太受难曲 和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 这三位大师通过他们的作品 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无限可能 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顶画 不仅是一幅画而是一部宗教与艺术的交响曲 天才的艺术家在高空中挑战自我 面对种种困难 最终创造出了一件永恒的杰作 巴赫的马太受难曲 则是音乐中的灵魂救赎 用音符和和声捕捉了痛苦和希望的交织 巴赫的虔诚信仰和深厚的音乐造诣 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灵魂的旅程 引导我们在音乐中寻找精神的慰藉 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 通过镜头揭示了罗马的浮华与空虚 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 不要迷失内心的真实需求 这部电影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 更是对每个人生活的深刻思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希望今天的分享 不仅让您对这些艺术作品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激发了您对艺术、音乐和电影的兴趣 无论是米开朗基罗的画笔、巴赫的旋律 还是费里尼的镜头 他们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共同的信息 艺术不仅仅是欣赏 更是思考和感悟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艺术作品 音乐或电影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丢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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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a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till it sh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can trade, it's all to play Tuture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planne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their growth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cians hold the minds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s never cease C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cians hold the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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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